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云期货策略交部的负责人 有可有 很高兴在这里能和大家一起分享 今天呢 期货上旁边 今天的旁边要一句话来总结 那就是股指反弹 商品多头主导 煤炭大涨 原油油脂走强 我们来看各板块的表现 股指期货今天出现反弹 商品市场也是多头赞金的主导 除了饲料 柜金属和软扇板块 小幅走路之外 其余大多数板块都是方黄上涨 尤其是煤炭成为零涨的板块 原油和优质板块也大幅上扬 我们来看今天的涨跌盘板 先来看到多头方面 前10个品种的涨幅都在2%以上 尤其是动力煤涨幅超过6% 护锡涨幅超过4% 焦煤涨幅超过3% 多头动能十分强劲 再来看到空头方面 除了1B跌幅超过1% 其余的品种都在1%以内波动 空头力量相对较为有限 我们来看市场热点品种具体的一个组势 先来看到日内表现比较强势的品种 动力煤成为今天零涨的龙头 那么日内是高开高走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 处于一个震荡偏强的状态 目前也是逼近前期的一个高点 那么关注大后市能否进一步突破 再来看到焦煤 近期冲高火热之后 日内也是强势的反弹 并且再次站上2300这个关口 下一步往2400发起冲击 再来看到玻璃 那么近期也是连续的上涨 那么昨天冲高火热之后 今天还是继续冲击前期的关键位 但目前维持了一个强势的状态 关注大后市能否再次突破前期的关键位 再来看到护期 那么近期也是加速上涨的态势 日内也是涨幅超过4% 那么多头大幅的增长 继续创出新高的水平 那么可以继续跟踪多头的表现 再来看到原油化工品的情况 受外盘的影响 原油近期也是持续的大涨 不断的创出近期的新高水平 那么由此也带动了化工品的一个强势表现 再来看到燃油 日内也是大幅的上涨 突破3000这个关口 并且往3100发起冲击 关注到后市能否继续创出新高 历轻 目前也是打到3500关口 整体来说处于一个非常强势的状态 那么可以继续跟踪多头的一个表现 价存 那么近期处于一个区间震荡偏强的状态 日内虽然波动性比较大 但是下午也是强势的拉涨 整体处于一个震荡偏强 并且突破了一个区间关键位 那么可以关注到后市的一个表现 PTA 那么也是震荡上涨 日内也是创出新高的水平 目前处于一个5400关口 关注到后市能否继续突破 塑料 那么近期是呈现出一个震荡上扬的态势 虽然说走势不是很连续 但是整体来说还是处于一个震荡上行的格局 那么短期较为强势 关注到后市能否继续突破前期的高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原液化工品还是处于一个联动上涨的状态 再来看到油脂方面 那么受外排影响 油脂近期也是震荡上涨 尤其我们可以看到中旅游 日内是大幅的上涨 往9200关口发起冲击 那目前也是多头大幅的增长 可以继续跟住多头的一个机会 再来看到 菜油 那么近期是处于一个区间宽幅增大 那么虽然说前期表现较弱 但是今天也是迎来一定幅度的反弹 目前处于一个区间震荡 关注到后市能否进一步突破 豆油 那么和中旅游非常类似 日内也是继续走强 那么可以继续跟踪多头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大多数的品种 还是处于一个较为强势的状态 当然日内也有表现比较弱势的一个品种 1B 那么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处于一个区间震荡的格局 那么前期冲锅回来之后 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区间调整的状态 关注到后市能否进一步走出区间 再来看到农产品方面 红枣 那么还是处于一个弱势的状态 虽然近期出现反弹 但是整体还是处于一个弱势的格局 再来看到鸡蛋 今天是铺位下跌 目前也是打到4000关口附近 关注到后市能否进一步下坡 再来看到双坡方面 多坡和赛坡 那么近期也是冲锅回来之后 处于一个区间调整 短期日震荡偏弱的格局 目前打到关注位附近 关注到后市能否进一步跌破这个区间 如果继续左落 可以关注短空投操作机会 再来看到花生方面 目前还是延续了一个下跌的趋势 而且日内空投增长 那么目前还是处于一个震荡下跌的态势 那么可以继续跟踪空投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农产品整体来说 表现较弱势 我们给大家设定现阶段的一个交易策略 多头氛围占据了一个主导 那么强势上涨 板块轮动优选活跃的品种 强势热点 那目前我们可以关注 黑色系当中玻璃和动力酶 那么表现是非常强劲的 那么动力酶也是沉沉欲动 关注到后市能否进一步突破 而化工品当中的原油 燃油 沥青 披贴 甲醇和塑料 也是联动上涨 可以继续关注多头的一个表现 再来看到弱势的热点品种 主要是能产品当中的激弹 双破震荡偏弱 如果进一步下破 可以关注失控的机会 那么商品的近期呢 是维持一个强势的格局 板块也是轮动的表现 而黑色系和化工品的资金回味度 也是比较高 那么可以作为重点关注 而走势连续性比较强的品种 那么我们可以继续跟随趋势的行情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交易策略 希望对大家操作有什么关注 那么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